HELLO HELLO 我是Renee 我會講一下今個月有什麼新法例會影響到大家 例如你在台北或是新北搭公車 今個月開始要上下車也要DOOT卡 上車時DOOT就扣了第一程 下車時過了第二段的地方 即是去得遠一點的地方 它會幫你扣第二段的錢 以前就不用計算一次就可以了 但其實上下車DOOT卡在台中其他地方都有 可能我覺得因為台北地方小路程短 大部份都不需要有第二段收費 所以一次DOOT卡就可以了 但可能台中的地方會大一點 一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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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五個小時 一定會去第二段第三段的收費 所以已經習慣上下車也要DOOT卡 其實也不太難的 上下車DOOT卡 下車DOOT卡 都很方便的 而且現在暫時上下車有DOOT卡 之後再乘搭其他的 交通工具或U-bike都會有優惠 如果你忘記DOOT卡 暫時有過渡時期的 好像有半年左右 如果你現在忘記DOOT卡 其實沒有後遺症 沒有影響你之後能不能乘搭 可能優惠就沒有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沒有飲館 今個月開始沒有飲館 學校 政府機構 大型商場 連鎖店 很多都不再有飲館 一次性的飲館 是不再給你了 如果大家要飲館 可以自己帶飲館 其實前幾個月都開始有了 銅造 或其他物料做的飲館 可以再清洗的飲館 就是飲館 接著你會有一個清洗的一枝 廁所棒的清潔棒 接著有一個小袋 袋外出外 就是喝你的飲品 珍珠奶茶是怎樣的呢 珍珠奶茶已經有些人研發了 一些開口的蓋 好像喝咖啡一樣 有一個小的口 有些就是新研發的蓋 你就可以繼續喝針珍珠奶茶的珍珠 就不用管傳的珍珠 同時你也會見到 有些店舖會繼續給你飲館 那些就可能不是一次性的飲館 那些可能是可分解性的飲館 暫時發來還未管到它 另外一個就是 當你唱完K 吃完飯喝了酒 自己不開車 接著坐朋友車 你要留意 如果你的朋友都喝了0.25毫克或以上的酒精 你坐他的車 但是被人查block 啊哈 查到 那你是要受罰的 沒錯 這是連坐法 在今個月開始的 所以說 如果你的朋友和你一樣都喝了酒 或者你沒有喝酒 但是你朋友喝了酒 他喝了少少 不要緊 我都可以開車的 其實你知道他喝了酒 又過了0.25毫克的量 那你是會犯法的 是要罰錢的 其實幾個月都是這樣 你喝了酒就千萬不要開車 如果你說我喝了10杯才是罪的 我喝了一杯 那其實喝開酒的 你都會知道 喝多少杯 不是罪不罪 最重要的關鍵 是看你的身體的狀況 那是你的心情 所以就不要這樣 因為台灣太多追假出事 減少些 幫忙大家 健康些 有很多代價 現在台灣 你叫個電話 叫酒家 酒樓KTV 餐廳 打電話就有些座 座 座 家 幫你開車回家 代 家 對 是代價 開車 幫你回家 另外 如果你自己有開車 這麼巧 你要去哪裏旅行 停回香港 車停車在公用停車位 30天都沒有移動 又沒有交到錢 當然 你不在這裡應該交不到錢 那你的車就會被人發拍 沒錯 被人拖走 去公開拍 這要留意一下 這真的重要一點 如果你真的要去旅行 或者你可能叫朋友 幫你的車 移到其他地方 移到街口 或者幫你交了一些 泊車錢 又或者你有自己 私人的地方泊車 就最好 銀行的時間 正常是9點早上到下午 3點半 但有些銀行 因為是黃區 自己會延長時間 但由7月開始 他們都不延長 只要開到3點半 這個在台灣主開的朋友 就要留意一下 你會不會 之前已經習慣了 開得早些 沒有那麼早生 但這次就要留意一下 否則 去到又要等多一天 明天又再去過 那就很麻煩 在台灣生活也好 哪裏生活也好 其實真的要留意一下 一些時事 又或者一些新政策的改變 因為你知道新政策 有些人上台就要改一下 有些人提出來也要改一下 如果影響到自己的 沒有留意就不好了 我盡量都會把一些新的資訊 提供給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 Youtube的內容有幫助 又或者覺得我其他 可以留意一下 就幫我分享一下 Like一下我Youtuber訂閱 又或者你有朋友 有需要我知道多些台灣的資訊 也可以介紹我的Youtube Facebook 給他們 多謝 拜拜 有些人 有空下來 有空下來 在中華 你確認 有消息 有消息 有消息